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节课讲到 《书孙通传》的第二段 即向良之靴 通从之 下边一句 拜定陶 从怀王 这个拜定陶 大家注意 如果咱们用 现代汉语来理解的话 很容易理解为 就是向良 打败了定陶这个地方的诸君 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 这个就是咱们 也是说过不止一次的 动词的 被动用法 这个拜 不是向良打败了别人 而是他 被别人打败 是被动用法 他被谁打败呢 当时 这些起义军 和起义军作战的 当然那就是 秦军 拜定陶就是 指的是 他在定陶这个地方 被秦将 张涵 他所打败 不但被打败 而且被杀掉 所以这个拜定陶呢 就是向良呢 被秦军 在定陶所打败 从怀王 这个 从怀王 这个怀王呢 是指 楚怀王 当时的这个 楚怀王呢 是姓雄 明星 他这个楚怀王呢 他的生年也不祥了 他死于 二零五年 他是战国的时候 楚怀王的孙子 他在这个楚国 被秦 灭掉之后 这个 就是现在说的这个雄心 他 在民间 给别人放羊 这雄心的这个雄 是那个 就是那个动物 狗熊的那个雄 心就是心脏的心 秦末向良起义 起义君 听说陈舍 去世了 就立 这个雄心 为 楚怀王 后来向宇呢 自立为西楚霸王 尊 就是尊奉 这个楚怀王呢 尊他为异地 这个义呢 就是那个仁义 道德的那个义 尊他为异地 但是那 向宇呢 不久呢 又派人呢 把这个异地给杀了 对楚怀王的 主要的事情呢 就这些 那么 这儿呢 咱们说的是 苏孙通 他 在向良之靴的时候呢 他就跟随了向良 后来向良呢 被张寒杀掉 他呢 又跟随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楚怀王雄心 怀王为异地 这刚才说了 就是他被 向宇 尊为异地 起长沙 就是迁移到 长沙 这个地方 通 刘氏向王 这个向王 大家想是谁啊 就是 咱们非常熟悉的 向宇 汉二年 汉王 从武诸侯 入彭城 通 降汉王 这个汉二年 指的是 汉高祖 就是刘邦 二年 从 在这儿是 这个从呢 本来是 听从归顺的意思 而在这儿呢 这个从呢 是始动用法 就是始归顺 这个武诸侯 从武诸侯 入彭城 武诸侯 这个说法是说 史书的说法呢 不太一样 但是一般呢 在高地纪 这个岩石谷的柱里边 认为呢 这武诸侯应该指的是 长山王 河南王 汉王 魏王 阴王 这几个人 这个武诸侯呢 就是五个诸侯王 他们呢 各自都有军队 刘邦呢 这汉王指的是刘邦 刘邦呢 就是从武诸侯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是始动用法 使他们归顺 就是刘邦呢 当时获得了 五个诸侯的军队 并且使他们归顺于自己 共同 攻入彭城 通 降汉王 这个时候呢 苏村通呢 又 投降了 刘邦 汉王就指的刘邦 这几句呢 给大家翻译一下 到向良 来到靴 的时候 苏村通 就跟随着 向良 后来向良 在定陶 被秦军 击败 他又跟随 楚怀王 雄心 后来 楚怀王被推举为异地 迁徙到 长沙郡 他留下来 为项羽 效力 汉高祖二年 应该说是汉王 汉王二年 刘邦 获得了 五诸侯的军队 使他们归顺于自己 以共同攻入 彭城 苏村通 又投降了 刘邦 这个地方呢 大家看呢 就是说 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呢 他已经 这个 几度更换了 他所跟随的人 这个地方呢 当然 到底怎么样 大家可以 进行评论 就是说 他这种 是好 还是不好 其实呢 在这个地方呢 他 这一段呢 他主要还是在 描写啊 这个 苏孙通 这个人的 非常 灵活 疾变 当然这种灵活 到底是好 是不好 是值得称赞 还是不值得 不值得称赞 这个咱们可以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通如服 就是苏孙通啊 他穿的是如服 这个如服呢 就是当时 这个书生呢 穿的一种长袍 衣服很长 汉王赠之 这个刘邦啊 他 开始的时候 他不喜欢如生 曾经啊 把一个如生的帽子 拿下来这个 当 当 当尿盆 他对这个如生 很反感 但是后来呢 他态度呢 逐渐改变了 特别是这个 苏孙通呢 在这里边呢 在他改变的过程中呢 也起了 比较大的作用 就是 苏孙通使 刘邦逐渐感 感觉到 就是在 做天下的时候 打天下的时候呢 主要靠 要靠 武将 但是做天下 要靠这些文臣 要靠这些读书人 他逐渐使刘邦 认识到了 这一点 所以刘邦 后来呢 对 这些读书人的看法呢 就逐渐 有所改变 但是这个时候呢 是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呢 所以他 这书孙通呢 穿的是 读书人的这个长袍 汉王赠之 汉王看了 非常非常讨厌 乃遍其福 福短衣 处置 汉王喜 这个地方就是 充分说明 他这个很灵活 他不是说 他这个看他 这个汉王不高兴 他照样穿 他也不管他高兴不高兴 他不是这样 他一看这个汉王不高兴 他立马把他这个衣服 本来的长袍 他就 立刻就改变了 他的衣服 穿短的衣服 这短的衣服呢 是符合 这个 楚国的这个制度 楚国的人 穿衣服的习惯 因为刘邦呢 原来是这个 楚国这个地方的人 所以 汉王喜 这刘邦一看 很顺眼 很高兴 这两句呢 给大家翻译一下 书孙通 原来穿着 如生的长袍 汉王 汉王很讨厌 他就改变为 穿短衣 这符合 楚国的制度 汉王 见得很高兴 这两段呢 就是进一步写出 书孙通的这个 随机应变 就是非常灵活的 这个特点 下边一段 通知详汉 从弟子百余人 然无所尽 专言诸故群道 壮士尽之 弟子接约 是先生数年 幸得 从祥汉 金不尽臣等 专言大华 何言 通乃未曰 汉王 方蒙 史实 争天下 诸圣 宁能 斗乎 故先言 斩将 千奇之事 诸圣且待我 我不妄议 汉王 拜同为博士 号 祭祀君 通知详汉 这个 知字 在这 显然是什么用法 就是咱们中学里 多次提到的 这个 去消 句子独立性 通详汉 书村中详汉 这已经是一个很 完整的句子 但在这 他是通知详汉 就把它变成了 后边句子的一个 状语 从弟子百余人 跟随他的 弟子 有一百多人 然无所尽 就是说他 降了这个 投降刘邦之后 他跟随他的这一百多人 没有一个 被他推进 推荐去 当刘邦手下的 这个官员 而他怎么样呢 专严 诸故 群道壮士 尽致 专严 这个专 从这个专门的专 他专门呢 推荐 那些 过去的 群道壮士 那些过去的 做强盗的 做盗贼的 武夫 揪揪武夫 专门推荐这些人 所以跟随他的这些弟子 就不高兴了 因为他 苏孙宗本人 他就是一个 读书人 所以他那些弟子 肯定也都是读书人 这些读书人看到呢 他专门推荐的那些人 都是那些揪揪武夫 甚至是过去的那些 盗贼 这些人就不满意了 他们揭曰 事先上数年 这个事呢 就还是侍奉的意思 就跟随着 跟随着您 这么多年 性德从强害 这个就是 这个性呢 可以理解为荣幸的 这是比较 也是一种签词 荣幸的 跟随着您呢 投降了汉王 刘邦 禁不禁臣等 这个禁呢 就是指的是升官 推荐为 推荐做官 专言大华 大华呢 在古汉语里边 也是固定的双音词 指的是 异常奸华的人 就不是好人 一听就不是好人 但是在这呢 他其实说的这大华呢 就是指的是 诸顾群道壮士 就是过去那些 做强盗的 和那些啾啾五夫 可以 这些人很不高兴 所以他们 去 这个问 这个书村通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不推荐我们呢 通乃未约 书村通的就跟他们说 这个乃就是旧的意思 卫就是对他们说 汉王方 蒙史实 征天下 汉王呢指的是刘邦 方 在这是正在的意思 蒙史实 这个蒙 在这 本义是遭受 本义是遭受 在这呢 可以活以为帽着 帽着 史实 这个史呢 很显然是贱 石 就是古代打仗的时候呢 使用一种 机械 这个在有的电视剧里边 也有所反应 就是后边有一个绳套 那绳套 上边放着大石头 然后好像是一个甩出去那样 在这边一使劲 就把这个大石头甩出去 所以呢 就是 就是 就是炮 就是后世被称为 当后世呢 是咱们现在用的都是火炮 都是用炸药 但是当最早的 就是这种石头 所以大家看现在有的那个象棋 象棋上面的那个 比较反骨的那种象棋 它那个炮子 炮子旁边 它的偏旁 那个火子边上 还有一个石字 这个就是大炮的炮的这个骨字 就是 也说明这大炮呢 实际上最早呢 是石头的 就是这种炮 炮这个大石头来砸人 这就是当时的炮 所以这个蒙屎石 就指的是这个 就是冒着这个射来的剑 和敌人 这个打过来的这些大石头 征天下 这好斗 诸生宁能斗乎 斗指的是战斗 打仗 宁能 这宁是什么意思 在这就是难道 就是你们这些念书人 难道能够去打仗吗 显然是不能 因为这些都是如生 故先言斩将千奇之事 斩架 这就是杀去对敌方的降临 千奇 这个千是拔取的意思 这是古代双方在打仗的时候 都打着自己的旗号 这咱们在电视剧里边也经常看到 这样在打败对方的时候 一方面是把他们的对方的将领杀掉 另一方面是把他的这个战旗给拔掉 这样就表示彻底打败了对方 所以这说的是斩将千奇 这个先言 这个言指的是推荐 推荐那些斩将千奇的古书 诸圣且待我 我不妄议 这比较好懂 这个且是姑且 你们姑且等着我 无会把你们忘掉 汉王拜同为博士 号祭祀君 拜同为博士 这个拜就是封他为什么官 古代就是提升他为博士 号祭祀君 就是把它封号 封号是祭祀君 这个祭祀君的这个四是继承的意思 祭是指的就是 齐帝的 就是先秦的这个齐国的 季下学派的这个学风 就是说他是继承 先秦 季下学派的 这么一个人 这祭祀君的含义 是这个意思 这几句呢 给大家 翻译一下 季下学派的 中 agrad 他的推荐 书孙彤专门推荐 那些以前做盗贼的武夫 他的弟子都说 我们释放您好多年 荣幸地跟着您投降了汉王 现在您不建局我们 却专门推荐那些异常奸华的人 这是为什么呢 书孙彤就对他们说 汉王现在正冒着剑石争夺天下 你们难道能够冲锋陷阵吗 因此我只能先推荐那些 能够斩杀将领 拔夺战旗的武夫 你们姑且等着 我不会忘记你们的 汉王提升书孙通为博士 封号为祭祀君 这一段呢 主要写的是书孙通 善官实事 他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向君主推荐什么样的人才 在打仗的时候 当然就要推荐 斩将千奇之士 而不能推荐那些读书人 汉王以并天下 诸侯共尊为皇帝 于定陶 通 旧旗一号 高帝 戏去秦宜 法为简易 群臣隐 争功 罪获万乎 拔剑基柱 上换之 通 知上亦宴之 税上曰 辅儒者 难予进取 可予守成 臣愿争 鲁诸生 与臣弟子 共起朝夷 高帝曰 德乌难乎 通曰 五帝亦悦 三王不同礼 礼者 因时事人情 为之 结问者也 故 下阴周里 所因 所因 损意 可知者 为不相赋也 臣愿 颇财 古礼 与秦宜 杂旧之 咱们先 念到这 因为这段 非常长 先看这个段的前半段 汉王已并天下 这好懂 就是 刘邦呢 已经兼并了天下 诸侯 共尊为皇帝 于定陶 这个也非常好懂 就是在定陶这个地方呢 各诸侯王呢 共同 尊刘邦 为皇帝 通旧 其 一号 这个一号 是指的 就是 建立 一个朝代新建立之后 他的各种礼仪制度 和各方面的称号 旧 这个旧呢 在这儿是成旧 就是 可以活以为制定 各种礼仪制度 和 提出各种称号 高地戏去秦宜 法为简易 这个就是 刘邦呢 大家注意这个称呼 开始呢 是汉王 但是呢 在 共尊为皇帝之后 就把 这个刘邦呢 就称为 高地了 就是 因为他是汉高祖 戏去秦 这个 以法 这个 就是说呢 有两种标点方法 一种是刚才咱们念的 就是 去秦宜 法为简易 还有一种 标点方法呢 是 戏去秦宜 法 为简易 其实意思呢 比较接近 这个 这个宜法呢 在这儿指的也是 礼仪制度 就是 这个刘邦呢 刚才咱们说了 他对这个 儒生呢 他是很不感兴趣 所以他对这个 朝廷里边的 因为他是 出身比较卑微 这个咱们都知道 所以他对朝廷里边的 这些这个 非常繁 非常复杂的 这些礼仪制度 他很反感 所以呢 他就是把这个 秦朝的 这些 以法制度 都给去掉 为简易 他 就是 要 建立 简单容易的 简单容易掌握的 这种礼仪制度 他对那些 繁琐的 他很反感 他 所以呢 他建立了 非常简单的 这个礼仪制度 就是说 很多礼仪制度 他都给去掉了 其结果是怎么样呢 群臣饮 就是 这些大 这些这个臣呢 都在下边 喝酒 真功 而且喝酒的时候呢 还互相比 谁的战功 最高 所以这个群臣呢 在这儿呢 应该不是文臣 而指的是 虽然说的是群臣 但是应该指的 实际上指的是 随刘邦 打天下的这些武将 主要是这些武将 所以呢 他们呢 一边喝酒 一边还争战功 说我的战功比你大 你的战功不如我 在那儿就是胡闹 罪祸万乎 有的这个喝醉了 因为这些人呢 都是武夫出身 就像刚才前面 以前可能还是 做盗贼的人 根本不懂得什么 礼仪制度什么的 这朝廷的制度 根本 根本从来没见过 所以这些人呢 就是 很不像样子 罪祸万乎 祸呢 还是有的人 这个忘 在这儿就是 胡乱 胡乱的意思 乎就是叫喊 喝醉了 有的人呢 就大喊大叫 就是撒酒疯了 拔剑鸡柱 不但如此 因为这些人 都是武夫啊 所以呢 这随身带着剑 喝酒的时候呢 在朝廷上喝酒 还把剑拔出来 砍那个 这个 朝朝廷上的柱子 这儿刘邦看了之后 当然 当然不会舒服 尚患之 刘邦看了之后 很忧虑 通 至上 亦 厌之 这个书孙通呢 他看到这些人 都看在眼里 他了解到 刘邦呢 亦厌之 这厌呢 是讨厌 厌恶 亦 就是越来越 对这些 对这些 这个武夫的这种 这个 毫无礼仪 制度啊 在这胡 胡闹啊 喝醉酒 发酒疯啊 对这些东西 越来越讨厌 所以他就 睡上约 劝说 他说啊 这个读书人啊 儒者在这就指读书人了 难与进取啊 就是你 很难和他们的 一同 进取 进取呢 本来是指 努力向前 有所作为 啊 咱们今天还说 这个某人某人 进取心很强 啊 啊 就是这个意思 啊 努力向前 有所作为 但是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进取 这个有所作为呢 主要指的是 战斗 啊 打天下 南征北战 打天下 就读书人 你你很难和他 去去打天下 啊 但是呢 可与守成 守成呢 指的是保持 已经取得的成就 所以 以前也经常说 这个打天下 和做天下 在这呢 就是打天下呢 你很难和 读书人一块 打天下 但是呢 可以和他们在一块 做天下 啊 就是读书人可以帮着你 来 保持 已经取得的 你打下的这个天下 啊 尘愿争 卤诸生 啊 我 希望啊 能够争 在这是召集的意思 啊 召集 卤这个地方的 那些读书人 啊 因为这个卤 卤这个地方 自古就是这个 读书人云集的地方 与臣弟子 共起朝仪啊 和我那些弟子呢 一块来 起朝仪啊 这个起呢 在这是 兴建的意思 啊 在这可以活以为 起草制定 啊 朝仪呢 就是 朝廷中的 礼仪制度 高帝曰 德乌南乎 啊 德乌 这又是古汉语里边的 固定用法 啊 这两个字 搁在一起 就是可以翻译为 是不是 是不是很 很困难啊 通约 五帝 一月 三王 不同礼 啊 就是 五帝 啊 指的就是 咱们 也是说过不止一次的 啊 就是 三皇五帝的那个五帝 啊 一月 这个月呢 指的是音乐 但是古代呢 把音乐呢 当做这个 个人修养 非常重要的手段 所以呢 把音乐呢 看得非常 非常重 所以经常是说 礼乐制度 啊 就把乐跟礼 相提并论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是 这个 这个 一月 三王不同礼 实际上指的都是 礼乐制度 啊 就是五帝的时候 他的 礼乐制度不一样 三王不同礼 啊 三王的时候 他的礼乐制度 也不一样 礼者 因 实事 人情 为之 借问 借问 者也 他说这个 礼这个东西呢 是 因 实事 人情 为之 借问 者也 啊 这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个关键是这个 借问 啊 这个文字 咱们大家谁都认得 啊 就是文章的文 这个节呢 是 节制 这个文呢 在这儿是修饰的意思 啊 所以 有一个成语 叫文过是非 啊 其实应该是问过是非 就是文 当 修饰讲的时候 应该发第四声 啊 文过是非 啊 这个是 也是掩饰的意思 啊 粉饰 修饰 掩饰 啊 这个文 也是这个意思 啊 这个文跟这个是 是同一词 过跟非 是一个意思 啊 就是掩饰 自己的错误 啊 文过是非 从这个成语呢 就可以知道这个 文 这个字 啊 它的 准确的意思 啊 在古代 它是什么意思 好 这节课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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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